那怎麼樣呢 可以達到心流的狀態呢 還有一個很好的比喻 讓大家可以馬上就很明白理解 還有打網球的比例 如果橫軸呢 是技巧 重軸呢 是挑戰 這都是零嘛 然後這是無限大 然後零到無限大 到了中間這個呢 叫做心流區 你一開始打網球的時候 你可能不太會打 然後呢 你 旁邊有人在教你的話呢 你就會慢慢上手 然後你慢慢上手呢 就會達到心流的狀態呢 你就會在這個位置 我們稱讚為A1 但是呢 當你技巧提升之後 你開始打了 打了 你一個禮拜都在打網球 你慢慢提升之後呢 你就會發現呢 你的技巧提升了 可是你的挑戰沒有提升 就是你對手還是很多 那你就會落入這一區 這一區呢 就是什麼呢 你會覺得很無聊 那等於說你就沒有在心流區嘛 因為你現在覺得很無聊 就是你技巧提升了 可是挑戰沒有提升 你就會落入這個A2 覺得很無聊的部分 然後呢 那你要怎麼樣 可以到心流的狀態呢 就是要提升你的挑戰嘛 才有辦法到這個A4的地方 那如果要是呢 你的技巧沒有提升 技巧沒有提升 可是你的挑戰呢 提升的話呢 你會覺得非常的焦慮 最焦慮的點就是呢 你在打網球的時候 對面呢 跟你比賽的呢 是一個網球高手 然後你會非常的挫折 因為你是一直負責撿球 他就負責擠球給你 然後你就一直負責擠 因為你擠不到球嘛 所以你沒有辦法得到心流 除非呢 你的技巧提升 到這個A4的狀態 才有辦法呢 在這個心流的渠道中 所以呢 在心流 你要產生心流呢 有兩個 這邊要有兩個很重要的要素 第一個呢 就是你的技巧 第二個呢 就是要符合你的程度的挑戰 這兩個部分都是很重要的 當你的技巧提升之後 那你就要相對呢 提高你的挑戰 才有辦法呢 到心流的渠道 那如果你挑戰提升 可是你的技巧就沒有跟上的話 那一樣呢 會陷入交流的狀態 沒有辦法在心流的狀態 那雖然呢 這個A1 到這個A4呢 都是在心流的渠道上 所以你都會達到忘母的境界 你會覺得時間過得非常快 你可能打三個小時的網球 你會覺得 欸怎麼時間咻一下就過去了 可是呢 A1跟A4有一個很不一樣的地方 叫做複雜性 它的複雜性是不一樣的 你在A1的時候呢 你的技巧跟 你的技巧 不是很好 挑戰也不需要很高 可是等你到A4的時候 即使你一樣是在心流的狀態 可是呢 你的技巧跟挑戰 相對都變高了 所以你在這個 代表說你的能力變好了 然後呢 你的挑戰也變高了 可是你再繼續打網球 會不會一直停留在A4這個狀態 並不會 它會一直呢 往上 例如說你又繼續打 你的技巧呢 又繼續往上升了 那你就會又脫離這個心流的這個渠道當中 所以心流